大家好,欢迎来到飞飞的家。 芹菜炒香干是一道非常普通的家常菜。 小时候,吃豆腐干可是要用豆腐票的,还得天不亮就去排队,去晚了,还买不到。 爸爸做的土芹炒香干,那是永远的记忆。 自己怎么也炒不出爸爸做出的味道。 试了不同的芹菜和豆腐干,但永远不是那个味。 今天的芹菜豆腐干是用西芹和一个亚洲超市买的豆腐干炒的,不能叫香芹炒香干,但能解馋。 下面,我们就开始做吧。 先将几根西芹洗干净,沥干水分。 将其切成5厘米左右长的段。 再改切成细的条,以此来代替香芹。 切好后,放入盘中备用。 今天用的是这种豆腐干,不是真正的香干。 先将其切成厚片。 再改刀切成条。 粗细和芹菜条大小差不多就行。 切好后,放入盘中备用。 将一个小红甜椒破开。 去紫。 然后切成丝。 放入盘中备用。 拍两个大蒜瓣。 切成粒粒。 放入盘中备用。 将几个干红辣椒剪成小段,备用。 再将一点花椒粒和干红辣椒段放在一起,备用。 烧半锅已经放了一点盐的开水。 把芹菜倒入废水中焯水一分钟。 取出倒入凉水里。 凉后,捞出备用。 现在开始炒菜。 锅里倒入油,烧至五成热。 放入花椒和干红辣椒。 炒香后,把豆腐干放入,翻炒。 你也可以将炸过的花椒、辣椒取出不用。 加一大勺料酒。 加一小勺生抽。 再加一小勺糖。 这样,炒出来的豆腐干,更像香干的味道。 而且,比较软。 将豆腐干推至一边。 倒入芹菜。 翻炒后,和豆腐干一起炒。 加一大勺蚝油,翻炒。 将大蒜粒和小红甜椒丝,倒入。 炒香后,和芹菜、豆腐干一起翻炒。 翻炒一会儿,就可以出锅成盘了。 这样一道芹菜炒豆腐干就好了。 看看,豆腐干非常柔软,芹菜非常清脆爽口,略带点辣味和甜味,非常好吃。 试试吧。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,请点赞,转发和订阅支持一下。 谢谢收看,下集见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